文章来源 长期以移民开放政策而闻名的瑞典 正计划提高补贴以鼓励移民离开 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13日报道 瑞典政府近日宣布 该国将向外国移民支付高达35万瑞典克朗 约合人民币24万元的离境补助 以鼓励外国移民自愿离开瑞典 瑞典目前向自愿离开的成年移民 提供每人1万瑞典克朗的补贴 每户家庭最多可获得4万瑞典克朗补贴 但为了让更多外国移民自愿申请离开 瑞典政府12日表示 将从2026年开始把现有的离境补贴 提高到每人35万瑞典克朗 并简化申请程序的流程 瑞典新任移民部长约翰·弗塞尔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 这是瑞典移民政策转变的一部分 又一政党瑞典民主党成员卢德·维格 阿斯普林解释称 这项补助措施从1984年开始就一直存在 但补助金额较小 了解政策的人也不多 所以通过该措施获得离境补贴的人相对较少 他透露去年只有大约70人申请了这笔补贴 其中仅一人获得批准 阿斯普林称 如果有更多人知道补贴政策 可能就会有更多移民选择拿钱离开 他认为那些长期失业或收入极低 需要政府救济才能维持生计的移民 可能会对补贴政策感兴趣 报道指出 瑞典政府在去年出台了新的移民政策 为申请居留许可设置了更加严格的限制 并致力于遣返更多移民 一些活动人士认为 瑞典此次出台的新政策将向移民发出一个信号 即移民在瑞典不受欢迎 甚至到了瑞典愿意花大笔资金赶走其中一些人的程度 但专家对新政策的效果提出质疑 他们指出 去年只有一个人通过补贴离开了瑞典 即使提高了补贴金额 可能也不会有多少人愿意申请 联合国内民署 驻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代表 安妮卡 桑德兰德表示 许多移民来自叙利亚 阿富汗等经历过战乱的国家 不管你发放一万瑞典克朗 还是三十五万瑞典克朗 都无法真正改变这一现实 他认为 瑞典政府应将资金用于帮助移民融入社会 法西社称 自保守派首相沃尔夫 克里斯特松于2022年上台以来 他领导的少数派联合政府 致力于在移民和犯罪问题上采取强硬措施 反对移民的瑞典民主党 则在那一年的选举中 获得20.5%的选票 成为瑞典第二大政党 对瑞典执政联盟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包括瑞典在内的北约国家 过去接受了大量来自叙利亚 阿富汗 伊拉克 索马里等国家的难民 仅在2015年 瑞典就接纳了超过16万难民 然而 外来移民的增多 也导致暴力犯罪案件增加 并使瑞典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 面临压力 自2015年开始 瑞典政府就逐步收紧了移民政策 今年8月 时任瑞典移民部长 马利亚 马尔默 斯特纳加德宣布 瑞典50年来 首次出现离境移民数量 超过入境移民数量的情况 英国卫报称 在瑞典民主党的支持下 瑞典政府任命的一个委员会 正在研究一项新的提案 他被一些瑞典人称为告密法 将要求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 向当局举报无证移民 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和移民组织 对该提案表示反对 指责其不人道 且可能助长种族主义 在自己的中心音师和移民 中国人员前面